同看电影故事 贡品离合悲欢 我是熊猫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得到高僧为了长生不老 残杀少女的故事 缩婆喝 朴牧师是位宗教打假师 这天 他又盯上了新兴宗教团体陆山 这群人是佛教信徒 但拜的却是四大天王 而且他们的信徒都是工薪阶层 宗教经费来源也很可疑 朴牧师找到佛教圈里的高僧 商量这事该怎么办 对方说 现在有很多歪门邪道 大日宗教的名义 四处敛财作恶 想要打压管束他们 可以从他们写的经书出发 于是 朴牧师开始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 警方发现 有位女高中生被谋杀 嘴里含着红豆与符纸 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金哲震 他曾效力于露山 金哲震此人引起了朴牧师的注意 但是不久后 他就跳楼自杀了 朴牧师深夜调查露山佛堂 找到了他们的传教经书 这本经书 大部分都是传统佛经的内容 但里面多了一篇《祥魔经》 预言会有81个魔鬼 书末附有81串数字 这本经书由金济石所著 朴牧师通过了解得知 金济石于1899年出生 在1940年时 以佛法闻名日本 随后成立了东方教 轰动一时 可40年后 他突然选择解散东方教 宣布退隐 只因要写一部经书 十几年前 他又资助了一家少管所 领养了四个杀了自己父亲的少年犯 这四个孩子 其中一个就是金浙镇 朴牧师开始查找私人资料 除了名叫罗汉的人还没死 其他都因杀人后 无处可逃自杀 被害人都是同岁 出生于同一个地方 金济石的故乡 很快 圣诞节到来 藏传高僧前来交流 这个高僧和金济石 曾有一面之缘 通过他 朴牧师终于知道事情的源头 金济石天生六指 长生不老 犹如活活在世 在交流佛法时 他曾给金济石算过一挂 在他一百岁之时 会有一个女孩 在他诞生的地方出生 他将送金济石进入轮回 事情到这里 终于水落石出 那本经书里的八十一串数字 是身份证号 八十一个魔鬼 代表那年有八十一个女孩出生 害怕自己长生路 被终结的金济石 一手创立露山 掩护被他领养 并洗脑的四个孩子 方便他们追杀那八十一名少女 在罗汉找到线索 去杀最后一个女孩时 从女孩口中得知 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只不过 姐姐是个怪胎 宛如妖魔 从小被隔离养大 罗汉确定 这就是金济石要找的人 放过了妹妹 在罗汉准备杀掉姐姐时 姐姐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退下一身长毛发 换上妹妹的新衣服 等着罗汉上门 然后用玄妙的话 告诉罗汉 他被骗了 说完就倒在地上 只留下打火机 让罗汉杀了金济石 迷惑的罗汉回去 找到金济石解惑 但他已重病将死 给不了罗汉答案 老人的大弟子随后赶到 在得知罗汉没杀掉 最后一个女孩时 后把罗汉骗到了仓库 一枪把罗汉打成重伤 原来所谓的大弟子 才是真正的金济石 并床上躺着的 才是大弟子 他这么做 就是害怕预言真的会实现 就在金济石开车离开 准备亲手了解 最后一个女孩的路上 朴牧师的车与他相撞 可当金济石再次出发之时 他发现 重伤的罗汉 竟然在他的车子里 原来朴牧师恰好赶到仓库 救下了重伤的罗汉 他已得知 谁才是真正的金济石 刚才与金济石撞车 只是为了让罗汉上金济石的车 罗汉已经抱有必死的觉悟 当他从金济石口中 确认了他们所谓的信仰 不过是一场骗局 为了那些无辜者的奸血 罗汉掀翻了车子 用打火机点燃了 被汽油淋湿的金济石 而那打火机 正是来自那个 命中注定要冲截金济石的女孩 人所信非真 贪念止于神 无止定人性 明火会肉身 一念成魔 一念成佛 佛魔只在一念之间 最可怕的还是贪婪的人性 膨胀的欲望 如果不加以控制 任由自己迷失在欲望漩涡中 无法自拔 对于自己和他人而言 都是一场灾难 故事配老酒 明朝再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